哈喽兄弟们,今天我们又出来评个场地 最近一段时间天天评场地 那是因为东家想在入冬之前把这个地巴倒起来 今天这个场地要比前几天干的那个场地稍微要复杂一点 今天东家主要的精神就是把两个场地评成一个场地 但是两个场地又有一定的落差 这样就稍微复杂了一点,要估计一些东西 还是老规矩在开干之前 先把场地上这些剩余的沙子给东家挖到一边去 视频中能明显的看出来 东家修的这个房子平台要高于旁边房子的平台 东家就要求我们整个场地在平出来之后 就不能高于旁边房子的平台 这样就会导致东家这个地巴到那个平面上落差就变大了 一般情况下一部梯子的高柱在15公分左右 如果说我们按照旁边房子平台平进来的话 这个梯子就会变到25公分左右 这样的话人在上下的时候就比较吃腻 所以这里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面刚刚搞成斜面 这样就能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旁边这个场地矮了一些 我们就挖一些土来回填一下 但是这个场地又不需要垫很多土起来 前面这一段最多就垫个三五公分 再加上这个渣子石头砖块比较多 这个就有点不好搞了 收面的是我们先不管 我们还是先把整个场地大概给它垫平 垫了之后我们再来慢慢的收 这种砖块比较多的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斗去拍 把这个砖块跟它拍碎 拍不碎的我们就把它收走 这样整个面看起来就好看一点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缝隙 就包括我们后期碾压的时候 也比较好碾压 大家可以看一下边上这条路要高于这个平台很多 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考虑一下这个流水往哪里走 这里唯一的走向只有这个树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在收这个面的时候 这个面稍微要跟它收成一个斜面 但是又不能太斜 反正谁能流到那个树那里去就行了 最后我们把收出来多余的渣子找车子把它拉走 这个时候这个平台基本上就大概成行了 前面几个场地我们基本上一遍就能收到位 收完就直接用捋带压 但是今天这个场地就不行了 这个砖块实在是太多了 把多的渣子装走了之后 我们再来细收一遍 收完了再用斗背给它拍一拍 拍的目的也是为了后期我们用履带压的时候好压一点 因为这个状况如果说我们不把它拍碎或者是清走 到了后期我们碾压的时候就碾压不下去 就会呈现出高低不平 这样就不好看了 整个场地我们平完了之后 再用履带来回的给它碾压一遍 基本上今天这个活也就结束了 其实这里东家还有一个要求 没有跟大家提及 就是东家房子前面这个地巴呀 到完分地土之后要高于那个路面 所以两个地巴基本上就是往中间倾斜的 所有的流水都是朝这个树在走 所以整个面呢 看起来就是两头高 中间有点低 这个边上下面有下水管道 东家就让我们不要拍也不要压了 整个活东家还是挺满意的